书记 你们再看看这个 扶贫老大男尚和玉 也成立了旅游开发合作社 和两封合作社 赴你们学刺绣 热情高涨 形势一片大好啊 现在只是开始 效果到底怎么样 还得看明年 准确地说 要到明年秋天 粮食 经济作物都丰收了 蜂蜜产业和旅游产业 也见到个效应 来加爱护外去算收入 才知道我们的工作到底 合不合格 也是啊 扶贫不是一招一袭的 对了 是为组织部领导来县里开会 还专门向我打听你来着 我呢 把你的表现 一五一十地向他们汇报了 看来啊 是要重用你了 我说嘛 你一个立过军功的政科级 怎么能给我当副书记呢 上面的意思一定是 让你多积累计算经验 好赶紧提拔 那可不行 贫困线不摘帽 党政一把手都要保持稳定 我一个小小的镇党委副书记 扶贫工作没有见成效 怎么能调动呢 下来之前领导找我谈话 我跟领导也表过态了 我要把根扎身 把工作干明白 上级要求我们 扶针品针扶品针脱品 我得把整个这个过程 全都经历了 才算没白下来一回 好 等全阵脱品 要是我合格的时候 我给你开庆功大会 我给你开庆功大会 下路大的雪 上和玉的振兴处记 来当大家伙串门 鼓掌 好 谢谢 大家坐坐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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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看 咱们两个村邻里邻居的 好 我今天代表上和玉 给大伙拜个早年 听说 你们旅游搞得不错 刚起步 满仓大哥 欢迎你带大伙去参观指导 好好好 行了 你们哥儿俩 就别跟这儿下客套了 我来点实在的 今儿个中午 全跟我那儿吃饭去 来喝两汁 好 好 谢谢拿老板 不客气 不客气 唐夫说句啊 你几次和振兴来 有啥指示啊 我刚从市里开完会回来 市委布置要搞好 脱贫攻坚党齐红活动 我想呢 趁着这年前 把大家凑到一起 增进一下感情 更重要的是我想 在下一步脱贫攻坚中 搞好两个村党支部 之间的联动 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